好 我目前這個材質是用Material ShaderMix的方式製作 好 我們現在我們來負這裡 貼材質球我們是可以複製的 再按一下複製 它就變001 我們這裡把他改名字 我們改把他改名叫 TextureMix TextureMix 好 我們要用這一個來混 現在至這裡我們有兩個材質球 我們可以切換 目前看起來是一樣的 我們這一個TextureMix 我們要用一個材質球的方式來製作我們的 讓貼圖跟雞蛋混合在一起 好 我們回到一個材質球 好 這樣我們蛋 現在 我們這樣剛好反過來 我們在材質球之前 我們Shift A 我們這裡Color 我們創建一個Color 這裡 我比較習慣是使用 Convert 我會選用ColorRamp ColorRamp 這裡我選取我們蛋的顏色 這樣的話 我會習慣使用ColorRamp 因為其實這裡我們可以對於蛋 做更多一點的 顏色變化 好 假設我們這蛋 我們現在就反過來 我們是要混合 這樣 我們這樣蛋貼上去 等於是 有一個這樣的彩 顏色 變成是我們要把我們兩張貼圖 做混合 Shift A 這裡 它叫做 Color Mix RGB 它跟Shader很像 只是它針對的是顏色貼圖的部分 去做混合 我們這裡一樣把貼圖貼上來 我們這裡可以 Ctrl Shift 來顯示我們貼成什麼樣子 有沒有 發現跟我們的材質很像 只是它這次是只有顏色 沒有帶質感 所以我們要把Alpha貼上來 交換我們的材質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貼到我們的墨型上 有沒有 這樣的效果其實跟剛剛一樣 只不過這個的方式 它的質感是一致的 它沒辦法針對它眼睛的部分做質感的調整 所以這個的使用上 其實就看各自的需求 如果希望表情的部分的質感有不一樣的話 就用材質 就用材質的方式 來混合 Mix Shader 如果只是要針對貼圖的部分的話 就可以用RGB Mix 來混合質感 這裡提供兩種方式 讓大家可以整合貼圖